沈梦辰签约度华公司 江斯达穿裙子走红毯西京 明日之子杨英格回应退赛 8月3日 青海省西宁市 第14届FRST青年电影展颁奖礼 江斯达身着红黑相间的裙装 搭配驴提鞋现身红毯 头上还扎了两个小啾啾 上面还有球球装饰 甚是西京 据悉 江斯达受邀作为2020FRST青年电影展 创意内容合作伙伴 本次编缘系列短片 江斯达花了9天时间 完成了9支短片的创作 晚些本人也对此进行的回应 一直在录制 打开手机突然收到了好多的关心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要伤势就急 老想着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直到医生说必须立刻马上休息 否则结果就不可逆了 等我整理一下情绪后 我会多说一些 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 今晚我先和我的兄弟们好好在一起 疑似承认签约杜华公司 此前 杜华在节目中表示 沈梦辰是她心中的女团人员 想要签下她 引发粉丝热议 并喊话沈梦辰快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